欢迎收看本期欧洲宗世纪简史的第26集 今天我将要讲神圣罗亚帝国和教会之间的摩擦 以及教会产生改革的一些情况 那我首先讲这个神圣罗亚帝国 那么上次节目呢我们说到了神圣罗亚帝国 它是东法兰克王国的基础上 在东法兰克王国的基础上 由奥托大帝于公元962年 在罗马加冕成罗马帝国的皇帝 我们注意它的名称 它的全称叫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这个国家的名字很长 并且它是整个中世纪 就是从这个公元十四季到公元十七十八世纪 整个中世纪之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欧洲中部的大帝国 但是这个帝国跟原来的罗马帝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原来罗马帝国它实行的是行审总督制度 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但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不是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封建制度国家 它的封建情况比法兰西还要分散 也就是说皇帝君主实际上是没有实权的 它的这个君主的权威是得不到保证 得不到巩固的 那么这样一来就必须要利用教会的力量来进行统治 所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教会和教皇之间是充满矛盾 是充满摩擦 并且这些摩擦是一直贯彻到整个中世纪 从而影响了欧洲历史的演变和发展 那我们来看一看那个 奥托一世之后 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奥托二世 而这个奥托二世呢 他娶了一位公主 这位公主是来自于拜太宁帝国的迪奥法洛 迪奥法洛呢是这个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女儿 实际上是东罗的公主 就和这位这个希罗的王位继承人结成了夫妻 实际上这个希罗指的是圣罗马帝国 那么他们是那个儿子 这个儿子就是奥托三世 可是呢奥托二世和奥托三世呢 他们的实力呢 肯定是赶不上他们这位先祖的 就是赶不上奥托一世的这种文字和武功的 所以这奥托三世呢 他是雄心勃勃的想恢复这个他爷爷的这种风光 在整个帝国 在整个诸侯之间 是享有巨大的声望和名望的 但是这个是显然是自信妄想 为什么 因为权威啊 这个权威 这个君主的权威 随着世袭的代替增加 他是递减啊 我举的这样个例子 传了一代 他的权威衰减到百分之五十 再传一代 那么他的权威只有原来的百分之二数 实际上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权威了 那么当这个 那个奥托三世二十一岁 阴眼早逝的时候 他没有做几天皇帝 他就去世了 二十一岁就去世了 所以奥托三世 膝下无子 死后无四 在这种情况下 日耳曼贵族和这个教会的教士们 主教们开始通过选举 选举选了一位亨利二世 亨利二世 亨利二世呢 成为这个 神罗 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皇位的继承人 就成为皇帝了 亨利二世是这个神罗的 萨克森王朝的最后一个人君主 那么到1024年 他去世的时候 这个大概跟奥托一世称帝 相隔六十年 1024年 他去世的时候呢 这个日耳曼贵族和教士呢 他们又推选了一位 奥托大帝女儿的后裔 实际上是奥托大帝女儿 外甥 外甥 从外甥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叫康拉德二世 康拉德二世他不是这个萨克森人 他不是萨克森族的 他是萨利安 萨利安民主的 是萨克森跟萨克森有区别的 他就成为 萨利安王朝的一个开国君主了 就是这个康拉德二世 康拉德二世是一个非常强壮的战士 他是人真善武的 所以他很快就把 手下那些不服的诸侯啊 全给打败了 并且他通过他的联姻关系 通过他妻子的一个继承权 他把这个伯根帝王国 伯根帝王国就在今天的比利时 就是荷兰和这个德国 西部这一块 伯根帝和法国的这个北部这块 把他给吞并 那么好像国王 掌握了很多权威 但是 似乎 日耳曼政治中的一些 大大小小的角色 还是在不停地扯的 其中有我们手上的诸侯 后来在英美史学家之中 他们称为为大公 称为大公 在萨克森王朝的后期 日耳曼出现的既不是公爵 也不是教士有力的 也不是教士这样的 有势力的封建主 他们的地位的性质变化很大 作为伯爵可以拥有完全 由个人所有的广阔的土地 而且还可以拥有皇帝或公爵 授予他的产义 那么这个土地和产义是不一样的 产义是不可以实习的 土地是可以实习的 就是你的封建土地是可以实习的 但是这些贵族总共有想办法 他们想办法把产义也实习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就掌握很大的土地财产 比如有一个大贵族 他叫比隆家族 他们自视为 自称为萨克森公爵 而他们的这种地位 是否被萨克森国王所承认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 但是比隆家族 只是这样许许多多的大家族中其中一个 他们竭尽权力地积累自己的财富 社区特权和管辖权 同时他们还代表着 与凡兰西的封建主一样的社会 什么社会 封建社会 但在早期 他们并没有如此强大的地位 他们完全属于自己土地 随心所欲地传给他们 所喜欢的人 但是伯爵那样的职务 拥有的管辖权 在日耳曼并不是世袭的 我刚刚说过了 采一他并不是世袭的 但是 他们不需要通过国王 他们有办法把这些土地归自己所有 那么到了康拉德去世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1039年了 1039年康拉德去世之后呢 他把他的皇位传给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叫亨利三世 亨利三世 那么这个亨利三世 跟执行他的父亲的政策一样 像所有的先辈那样 他主要依靠日耳曼的大贵族 来支持他的军位 同时他也想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 就如奥托大帝在沙克森拥有的那样 一个真正有效的政府 还需要有忠心的仆人官员 和充裕的财力收益 但是这些大贵族怎么可能听国王的话呢 所以亨利三世就想了个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 他就把那些 就是亡领 亡国土地上的那些农民 农奴 把他们训练成官员和骑士 他只效忠于国王 他们不听秘密这些大封建筑 所以呢 他就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和势力 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和势力 亨利三世是这个 早期皇帝有权的这个最后一个 而后的皇帝就没有人们有权力了 他们一直被教皇啊 欺负着 这就是后话了 那么亨利三世死了之后 对他的后代来说 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 哪两个条件 第一是贵族人默许 与王室权力的逐步增长 第二是教会 毫不动摇地保持对军祝国家的忠诚 这显然是不可人的 所以当亨利三世去世之后啊 到了1046年 他已经 1046年还没去世啊 他是1056年去世 在他去世十年前 他已经平定了整个热卖 就在那一年 他带兵去意大利巡视 这什么意思吗 你带那么多兵去意大利吗 无非是想去教皇威胁他 教皇要封他 给他加冕 他在意大利建立了自己的权力 并在罗马进行皇帝的加冕 日耳曼神权君主体制 体系 政体 就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和威望 那么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这个沉重罗马帝国的事情啊 那么 在讲完这集之后呢 我们要去讲这个 罗马教会的改革 所以我这集的时间比较短 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呢 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讲座中的 第四罗马 第四罗马 我再说一下 第一罗马是谁 第一罗马是这个统一的罗马帝国 第二罗马是东罗 第三罗马是西罗 东西罗如果统一的算的话 应该是第二罗马 那么 东罗和西罗都是第二罗马 那么第三罗马是谁呢 就应该是查理大帝建立的 法兰克帝国 这是第三罗马 他赤封的这个皇帝的名号 也是神圣罗马皇帝 这是第三罗马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 十世纪成立的 1962年 由教皇加冕成立的 神圣罗马帝国 它实际上是第四罗马 第四罗马帝国 而我们如果把这个罗马的封号去掉 我们以德意志帝国来算 大家都看过二战的片子 二战的这个西特日 自称自己的德国为德意志第三帝国 为什么称为第三帝国呢 因为第三帝国前面有个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是什么时候呢 是从1871年普法战争 德国元帅毛奇打败法国皇帝 拿破仁开始 德国德皇威廉一世 在凡尔赛敬听 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 这个德意志帝国 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 这个德意志帝国 一直到一战之后 一战之后就是凡尔赛条约 他就没了 这个德意志帝国没了 德国变成共和国了 这一段 从1871年到1918年这一段 这个叫德意志第二帝国 那么德意志第一帝国是谁呢 就他 德意志第一帝国 就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所以德意志第一神圣罗马帝国 既是德意志第一帝国 又是什么 又是罗马的第四帝国 这个说起来大家有点乱 所以我一直说的一个情况 德国人为什么要去 打败其他国家 他心中有个帝国梦 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什么 自认为自己是什么 是这个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除了德国这样认为以外 我们别忘了西罗 是继承德国继承的西罗 那么还有一个国家 是继承的东罗 哪个呢 就是后来的俄罗斯帝国 所以俄罗斯也有这种梦想 他们也是欧洲的皇帝 是这样想的 至于俄罗斯怎么成为 这个东罗的继承人呢 这个我们要讲到 俄罗斯立即再讲 不过我们下一集 我将给大家推出的是什么 是教会的改革 中世纪教会也是腐朽不堪的 有几位杰出的教皇 对教会进行的改革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